现在我忙完回来了 就是今天一整天收到信息最多的呢 还是说有很多宝妈在问 就是孩子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补充DHA 其实我也是上网搜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 比较有权威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是建议新生儿就要补充DHA 然后有的就是新生儿可能太小了 或者是说前一个月或者前15天的宝宝太小的话 是建议妈妈吃了 然后从母乳里面分泌出来 DHA它是促进孩子脑发育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营养 所以说我每一次直播的时候 所以说我每次直播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建议 我每次我都说 我说有孩子的家长一定不要把钱省在孩子身上 就是说你可以省在衣服上或者怎么怎么着 但是这个DHA的这个钱真的千万不要省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艾瑞可的DHA 大家目前的情况下去各大平台里面 去搜索一下艾瑞可 他们家DHA啊 钙啊钙铁信息维生素啊 都可以去搜索一下 目前的情况下 它是猫猫旗舰店上也好 然后国内外也好 就销量在保守 而且是经过他也 他也是经过很多很多宝妈的筛选 然后以及推荐给大家的